好 接下来下一位 第三位 小峰哥 哇 小峰哥 他这个海报的时候 有很多道具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拿这个 特别 接下来是严承旭哥哥 你还记得这张照片 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 好像是巴尔斯吧 真正做演员和歌手之前 之前 做了摩托 对 那时候参演过郭霍仔的演出 对 有缘分 接下来下一位 峰哥 黄冠忠 为什么有点像Ricky 又有点像Ricky 对 Ricky谁都像 那个陈修春 霍哥 说两句吧 只是我曾经不太喜欢我自己 以前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毛病 很多时候就碰钉 但是到现在 已经活了一半年纪了 我反而开始接受了自己 我挺喜欢自己的 欧哥的帅 嫩帅 不管以前 长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喜欢现在的样子 很好 人是会老去的 对 那个是在自然不国的一件事 这张照片距离现在二十八年前 1993年发行的专辑 如此这般想你的封面 对 好像昨天一样 真的 没变过我感觉 你可不可以站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表情 你是不会觉得累 因为那是开心的一件事 这是我小时候的事 小时候 小时候 七几年 那年几岁 是十九吧 旁边的是李济 这个就是优客李明 跟他们聊 对 从十九岁那时候 我心里暗自觉得 我想成为的某个人 现在就在这里 跟大家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 拍的 对 2003年 也是我跟我太太认识十八年的 就是因为这部戏 跟太太认识 然后开始恋爱 这应该2003年吧 十八年前的 还是演过一些那会儿 对 你穿那单的那单一样 爽快 咱们大家自己就一个老师了 对 大概十二年前吧 那时候 那个时候是 就挺 怎么说呢 就徘徊在 Hip Hop和 跑场歌手之间的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婚礼上 然后下面的人都在吃饭 然后你就在上面演出的那种 对我现在来说 对我现在来说我还是觉得蛮珍惜的 大家都有 一样的 给我 它是 对我来说